1999年 这场迫害就开始了 我就进警上访了 被抓破 1999年的12月 给我判了一年半的老教 这个老教一判下来 因为我不放弃我自己的信仰 就在辽宁省给我送了六家教育员 当时我不知道送在哪里 我们九个没有放弃信仰的 送到一个小白楼里边 这个小白楼里边 当时是有四十多个男的 我干脆在我的思想里面 我没有意识到 就是我们的国家 会对一个 就是 它的公民也好 它的老百姓也好 因为信仰 就把我放到这个男老房里面 到了晚上 然后我才知道 我对这个国家 完全完全的绝望了 那个时候 他们就是 一宿没有让我睡觉 然后我说我要睡觉 他说你还想睡觉 就是说在这里边有个学员 说十八天都没有让他睡觉 我的房间里边是有四个男的 然后我就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 我说请你们离开我的房间 他说那你想得太好了 他就说你想得也太好了 那你想得也太好了 我们就是来看 到了这里你就不要睡觉了这样 到了半夜的时候 他们就踹门而入 一群人拿着录像机 还打我 然后后来在这个过程中 被群体性侵害的时候 他们还给我录了下 这个对我的精神打击是太大的 那时候 其实我思想里面完全完全绝望了 我好像就在地狱里一样 那个时候那种感受 那种什么是用 我用语言都没法形容的 就好像 甚至就好像我不在人间了一样 那个时候想到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 那时候我就不想活了 那时候我不想受到这种侮辱 然后厕所边上有个小墙朵 后来说我宁可死亡 我也不会让你这样的侮辱我 然后一头就创到那个墙朵上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警察就过来 把我就是靠到了那个 光着身上就靠到那个地下 那个拿手铐靠的地环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这么光着 他们就把我 吊到那个紧闭室的铁廊上 当时我的腰已经被打伤了 我已经出现尿血的症状 身体已经极度地虚弱了 然后把我送到地下监管医院 然后地下监管医院是非常恐怖的 那他这一个步骤就是杀也灭口了 到监管医院的时候 那里边的犯人就帮助了我 他们就给我妈妈打了电话 然后我妈妈去找到那里边 我有幸才从那里边逃出来 那是2001年8月10日 就是我结束了20个月的 就是这个老教的生活 2002年的时候 10月14号 就是因为我们要揭露曝光 这个我们迫害的这种精力被抓捕 然后第二次送到马上家 这个时候就出血的这个情况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出现就是法轮功学员被提取血量 然后就是被活摘气管的这样状况 就是我太能相信我太能理解 当时有些人是不相信国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信就是没有他 就是他做出这些事情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没有他做不到的 老百姓也这么说 共产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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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k心打 上次 下 vá 全部水到满地 上次 这次从松车转变 结局 至少 入睡眠 中鬼之后 放场